Hello 大家好 我是私怨暖巴 民生哥哥 我是舊姜子女校长妈妈 校监 校监 每次坐在你身边有很多问题出现 其实父母永远都觉得 我带小朋友去外国 为了他们 他们好为下一代 对的 对的 那自己去到那边又做些什么呢 又或者去到那边的时候 会不会出现了另外一个情况 又不知道做什么 或者时间很难度过 还是说应该早点稳定工作 还是做生意 那其实那个态度的心态应该是怎样的 现在真的很麻烦 因为去到的时候就觉得很美好的 一定是 你是觉得现在没那么好 现在去到不那么好的地方 谁知道去到的时候呢 你开车又不是太熟路了 又不知道在哪里买东西 我早期的时候 我想 我带个女儿去澳洲读书 我只买个风筒 我搞了一天半 我就买到一个很简单的风筒 不是在街上都是那些我们的相熟的电器店 当然啦 是的 然后去到的时候 那你想 又没有工人姐姐 是的 那你已经惨了 那请问究竟滚食又怎样好呢 你在香港高薪厚职 你过到去不行了 你有少少异能居民的 或者多到生活上是非常麻烦的 外活动呢 怎样算 隔两个小时才一个地方 那你以往不是的嘛 搞不定 我想其实很多香港的朋友很快就会想到 那边啊 什么啊 地方大 生活指数好 还有很悠闲 生活一定是很悠游的 我们是香港人来的 太悠闲都不行 其实真的不行 当然不行 你每天都住过外国 你看看我们的预速这么快就知道不行了 是的 要很放慢 你每天都很放慢 你每天都很放慢 那慢活行不行呢 其实可能是不行的 其实是的 不知道行不行的 而且大家经常面对 就是说很多时候 可能老公还在香港找食 太空人 是的 然后太太就带着女儿 是的 带着小朋友在那边生活 其实这个交接位也挺辛苦的 很辛苦的 其实我们重处回那时候 九七那堆人 是的 但是现在更加难 因为过渡的竞争又大了 国外人又多了 有一些文化的冲突 那些等等 都是生活上的麻烦东西 那就是说 其实我们有时候想法 想法很正面是对的 但是都要想想一些痛点 或者有没有一些 就是普通道火的位置 我们都要解决的 没错 其实好像你刚刚所说 其实生活上去买东西 其实对我们香港人 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在外国就很困难 没错 你买一样东西或者吃东西 你香港人很喜欢不同的东西 当然 你现在都自己煮的 你知道吗 你不能煮够大鬼的 你不能今天日本菜 那天韩国菜 是没有那么多选择的 那这些东西其实 好像没什么所谓 是吧 你开始过去 你开始过去 那几个月都没什么所谓 你觉得很害羞 又大草地 你见得多草地 你直接觉得 可不可以给Miki 高楼带下我 就是说 其实香港人有时候 都要有个心态 去到那边 不单止是说 预算要慢活 有时候 你预算了很多 的情景问题 出现了的时候 你真的要想一下 可能你要放慢去处理 就不要想着 用我们现在 香港那种生活模式 去处理 可以这么多的东西 我是知道 去到那边 这边是真的慢慢说的 Live都要慢的 是的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我去的supermarket 那个收银员 跟前面的姐姐 只是聊天 都聊了三分钟 才开始按键 接着你心想 快点 为何时到我 其实我还有四个 才到我 那时候 我就想 你是不是逐个逐个聊天 如果是 我要半个钟 才到我 是挺凄仓的 不过要接受 当然 明白了 那就是说 其实做父母 特别是香港的朋友们 如果带小朋友 去外国读书的时候 有时在生活上 都要注意一下细节 多谢你 好感 不用多谢